哈囉 我是莉亞學的老師 很多人問說 老師手工線條跟機器線條到底哪一個流色比較好 那麼關於這個話題 我今天去講一下我內心一直想要回答你們的問題 其實手工線條跟機器線條它都屬於比較好 比較優秀的一個技術 但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這兩年比較流行的是機器線條煤 有很多同學看到機器線條煤的前期很漂亮 皮筍很小 但有多少同學去看過機器線條煤的後期 跟前期是一樣結果的 高手在這個市面上真的太少了 所以你會發現對新手而言 我不太建議你們就從機器開始學習 因為這機器考驗的是你們手的一個穩定度 皮層的精準度、深度以及質感 如果你手不穩 或許你當時做起來是很漂亮 但是一個禮拜其實不流色的星期沒 所以在我們前期學習線條的過程 我更加建議學習手工 手工第一個它的優點就是力度深淺 你可以自己掌控 並且可以快速的上手 手工也是永恆的經典 那麼如果你已經會手工了 而且你線條手工做得非常好 你再來學習機器線條沒 我會更加支持你 但是如果你連最基本的 基本勾手工都不會 你就不要想跳級的事情 你就踏踏實實的好好去學手工 那麼有的老師就會迷茫 那我到底要不要學線條 首先我要告訴你的是 線條它永遠不會被取代 也永遠不會被淘汰 而且你想要成為一個高級的文秀師 你必須經歷這個過程 好好的把手工練起來 再進階機器 我相信這一定能給你 你想不到的收益與結果